我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中共国的火箭 垒射垒败 垒败垒射 这个就应验了郭文贵先生所讲的 我们的赶面杖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偷来的 骗来的 所以你看只要现在跟美国一闹翻 问题就来了 你就可以知道到背后上多少的技术 根源源自于别人 那我给数一下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点意思 因为我这个YouTube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就是讲连续的三次火箭发生失败 那个时候还是五月份 到现在这个视频是两个月以前的 当时我还讲 会不会很快就有第四 第五次的失败 果然不知所料 马上就来了 我先给大家再数一数它 这些失败的日记 这个四个月内 四次的失败 我想是所有火箭发射国家里面 最高密度的失败 并且还不甘心 还不愿意去总结经验和教训 继续尝试 而这个尝试 整个的精神 我觉得它就是像老毛时代的 人定胜天的精神 智力更生 人定胜天 咱们都觉得一定能做得到 就像它两弹一星的这个丰功伟绩 就可以一直贯穿 整个历史了 继续每一次都是两弹一星 那个两弹一星 我觉得还不知道是多少次失败造成的 因为当时媒体信息都不发达 所以容易保密一点 现在保密保不了了 那我给大家数一数它那四次的失败 首先3月16号 长征7号 火箭发射失败 第二次是4月9号 长征3号 火箭发射失败 连火箭连卫星一起化为太空垃圾 然后长征3号是中国的主力火箭了 发射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六七十次了 好 两次失败以后呢 按理是应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了 找找技术根源吧 是运气不好 还是技术不行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总结的 那我想呢 从我来判断 我也算是一个 就是说芯片界的专业人士了 我判断呢 实际上 他这几个失败 肯定是美国在高端芯片上断工了 然后呢 这个芯片的设计呢 或许是就是说我们的自己中共国的设计 但这个芯片的制造工艺绝对百分之一千是人家的制造工艺 是吧 而这个芯片太空上使用的芯片 比如说导弹啊 火箭啊 那我们呢 不能很了解 但是我至少知道它要有非常耐于高温的材料 否则呢 到了一定的时候温度上升了 它整个运行 运行和控制就会失灵 那我想呢 这两次跟这个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了 不服气 再试吧 就通常我们这种不服气的 不讲科学的就这样 试不停的试吗 不停的试错试错 越试越试 5月6号长征5号发射 准备去做返回试验的火箭发射试验 123船部每节都成功发射了 贺电也发来了 是吧 长征5号发射成功了 到最后返回舱失败了 那从这整个的来说 这个计划也是失败了 因为你是为了我做返回舱试验的 就等于火车发射没失败了 返回失败了 这样的话就三次了 不服气 继续再来 还是先静下来 总结经验教训 找出技术根源 7月10号 快周11号 运载火箭首次发射 这个首飞 要注意啊 这是首飞试验了 也就是说它是新品了 那这新品呢 已经是在跟美国闹翻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呢 这个新品呢 我估计里面的核心控制技术 就是用人定胜天 自力更生的精神造出来的了 这个毛二世啊 它是一直是外行直接指导内行 动不动就亲自指导 亲自部署嘛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它部署的了 又失败了 那7月10号啊 快于周11号火箭又失败 这个四个月 四次的失败 从3月16号到7月10号 那将是估计载入人类火箭发展史的最高密度的失败 嗯 我想它你还不会再再次啊 在年底之前再打的两三个 就像烧烟花一样 从这个事情啊 我们能看出 中共国的科技界啊 很多的所谓的技术 先进的东西 都是偷来的 骗来的 抢来的 你看它根本就没有真正消化掉这种技术 所以呢 我们这些厉害的国 看还怎么